慧林时间,大家好,我是慧林,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,主要讲解卢浮宫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卢浮宫进行的临时展览,它的主题是《静悟故事》。 这次展览的特点,一是时空跨度大,从公元前3500年到当代,二是艺术品种多,有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装置艺术等多种表现方式。 第三呢,就是相对比较深刻,虽然以静悟为主题,探讨的却是欲望与痴迷、生与死、人生的意义等深刻的哲学主题,让人们在艺术中徜徉,静静地思考,珍惜当下。 展览的时间是从2022年10月12日到2023年1月23日,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。 那展览上的一些代表性作品,惠灵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到,但估计要等一段时间,因为问题是惠灵太忙了。 这些节目呢,一般是有时间的时候才来给大家做,而惠灵的主要工作还是在陆夫公现场讲解,欢迎大家来听。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和讲座,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。 谢谢,惠灵时间,法国巴黎。 谢谢,惠灵时间,法国巴黎。